阿根廷女性到底有多开放,会让很多游客不忍直视,更无法接受,各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不同,所造成的思想开放程度也是不同的,中国人向来比较保守,而国外许多国家的开放程度都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,因此当我们去比较开放的国家旅游时,面对火热的场面都觉得无可奈何。 就比如说阿根廷这个国家,大家知道阿根廷女生到底有多开放吗?让很多中国游客不忍直视,更无法接受,阿根廷不仅景色优美,而且民风也非常独特,走在当地大街上会发现很多金发碧眼的美女,她们在大街上与陌生人拥抱接吻,我们都知道拥抱接吻一般是,恋人夫妻之间才会做的亲密动作。 不过这些阿根廷美女却和陌生人做,这让很多人觉得无法接受更不忍直视,然而在阿根廷人眼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她们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,相反阿根廷美女通过拥抱和亲吻的方式,表达好感寻求安慰,这是属于她们独特的示好方式,当地人认为这种形式能够更快加速两人之间的感情。 虽说我们很难理解,但也没必要较真,毕竟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,要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话,选择尊重就好了,对此,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